一百零二集 那是小行星带吧 诚心问AA 应该是 下面该轮到火星了吧 火星现在 在太阳的这一侧呢 诚心最后的这句话 让两个人都沉默了下来 他们都不再去看 二维化的小行星链 而是低下头来 默默地向黑色方碑走去 因为 接下来 就该轮到地球了 再次进入博物馆大厅时 他们看到 逻辑已经整理好了一批 要搬运的文物 其中有许多 中国画卷肘 AA走过去 展开了其中的衣服 清明山河图 他淡淡地说 现在 他们已经没有了 当初看到 绝世真品时的敬畏和惊喜 在外面那宏大的毁灭面前 这也就是一幅 普通的古画而已 当遥远未来的观察者到来时 在二维太阳系 这幅巨画中 很难想象 这幅24厘米宽 5米长的画 真的有什么特别的价值 程鑫和AA 请罗吉到星环号上去 罗吉说 他正想出去看看 就去找了一件太空服 这里 有一处很舒适的生活区 是为工作人员建造的 不属于博物馆范畴 里面的设施 都是现代化的 没有为长期保存 进行的设计 三个人搬着文物 走出方碑的大门 立刻就看到了 正在二维画的 地球 这是第一个跌入二维的 固态行星 与海王星和土星相比 二维地球的年轮 更加清晰 更加清晰 精致 从黄色的底脉 渐渐过渡到 深红色的铁涅地盒 但其面积 远小于前两者 与想象的不同 他们没有看到蓝色 我们的海洋呢 罗吉问 应该在最外一圈呢 二维的水 可能是全透明的 看不到 AA回答说 三个人搬着文物箱 沉默地走向星环号 悲伤还没有袭来 就像是被利刃划开的伤口 一时间 还感觉不到痛 二维地球 还是显示出了 它的奇观 在它的最外圆 渐渐出现了一圈白色的环 最初只是隐约可见 但很快就变得清晰醒目了 那道环洁白无暇 但质地并不均匀 好像是由无数细小的 白色颗粒构成 看 那就是我们的海 诚心指着空中的 二维地球 是的 海水在二维空间结冰了 那里也很冷呢 AA说 哦 罗吉想扶一下 虎须 但面罩挡住了他的手 三个人搬着文物 进入了星环号 成熙和AA发现 罗吉似乎对这艘飞船 很熟悉 他空手走在前面 不用指引 就走到了飞船的货运舱 飞船上的AI 也认识他 并且接受他发出的指令 把文物安置好了之后 三个人就回到了生活区 罗吉向飞船AI 要一杯热茶 很快的 就有一个 成熙和AA 都从来没见过的 小机器人 给他送过来了 成熙让AI 播放来自地球的信息 AI回答说 只收到了很少量的 地球方面的视频 和音频信息 其中没有可识别的内容 从打开的几个信息窗口中看 也确实如此 都是些失去了控制的拍摄设备 设下的模糊的图像 AI补充说 它能提供 飞船监测系统拍摄的地球图像 同时 打开了一个大窗口 二维画的地球 就一下子 充满了画面 看到这个画面时 三个人的第一反应都是 不真实 甚至感觉 这幅图像 是AI自己随意合成出来 哄骗他们的 你放的这什么 AA精叫着 中国是西科幻 三天三天 三天 正在播出 这是现在拍摄的地球图像 距离五十个天文单位 较放大率 四百五十倍 十七个小时前的地球影像 他们再次细看这幅 望远镜头拍摄的 全息图像 二维地球的主体 拍得很清晰 上面的年轮 比肉眼看时 更加的细密 可能跌落已经完成 二维地球 正在安下来 令他们震惊的 是冰冻的 二维海洋 在最外侧 环绕二维地球的 白色冰环上 他们可以清晰地 分辨出 组成冰环的颗粒 那竟然是雪花 大的 难以想象的 雪花 不会是别的东西 它们都成规则的六边形 但精织的形状 各异 精盈 剔头 精美 绝伦 在五十个天文单位的远处 看到雪花 本来就有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 而这些超巨型的雪花 还在平面上平行排列 绝无重点 更加剧了这种不真实 这似乎是一种 对雪花完全图案化的 艺术表现 具有强烈的装饰效果 使得冰冻的二维海洋 看上去像一件 五台艺术片 那些雪花有多大 AA问 它们的直径 大多在四千千米 至五千千米之间 飞船AI 仍然用平淡 刻板的声音回答着 它没有惊奇的功能 比月球还大 诚心惊叹道 AI 另开了几个显示窗口 每个窗口中 分别显示出 单个的 不同雪花的图像 在这些画面中 它们的大小 失去了真实感 仿佛都是放大 镜下的 小精灵 在雪天 飘落到手掌上后 马上 就会化成 一小滴水 罗吉 罗吉又在摸胡子 这回摸到了 它是怎么形成的 AA大声问 不知道 检索不到 有关天文尺度的冰晶聚合体的知识 AI回答 在三维世界中 雪花是按照冰的结晶规律生长的 从理论上说 三维世界的结晶规律并没有限制雪花的大小 曾经有过直径达38厘米的雪花的记录 但没有人知道 二维世界中冰的结晶规律是什么 这种规律竟然允许直径五千千米的二维冰晶聚合体出现 海王星和土星上都有水 鞍也能结晶 那为什么没看到大雪花呢 诚心问道 AI再次回答 不知道 罗吉眯起双眼 欣赏着二维地球的画面 海变成这个样子 也不错嘛 只有地球 才配得上 这样的花环 我真想知道 那里的森林变成什么样了 草原变成什么样了 还有那些旧城市 都变成什么样了 诚心缓缓地说 悲伤 终于降临 A.A.A. 盈盈地哭了起来 诚心 诚心 把目光 从二维地球的雪花海洋上移开 眼寒热泪 沉默着 罗吉 摇头长叹了一声 继续喝茶 悲伤 是有节制的 毕竟 那个减少了一个维度的世界 也是他们最后的归宿 在那里 他们将永远与母亲星球 同在一个平面上 好 你 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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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